伊朗盟友部队纷纷出手 美国主导的反伊朗联盟 狙击可危 阿联酋罕见地做出了什么举动 自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以来 就多方位打压伊朗 但美国始终没有等到伊朗求饶的场面 按白宫的说法 美国对伊朗的施压 只在让伊朗彻底放弃罪主 武装 支援 包括黎巴嫩 伊拉克等区域盟友和大理人 伊朗在中东的盟友和大理人 一直是美国实施中东政策最大的绊脚势 美军很忌惮 这也是迟迟没敢对伊朗动武 而伊朗也不会按美国的要求 自断必绑 目前伊朗的盟友包括叙利亚政府军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 黎巴嫩真主党 也门的胡塞武装 巴林的激进组织 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武装等 在美国以及盟友的施压下 伊朗已经下令尽全力打击美军及其盟友军队 由于美国经济制裁伊朗的经济严重衰退 但其战略手段反倒来得更加猛烈 伊朗果断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打击叛军 甚至还推动黎巴嫩的真主党武装干预叙利亚 伊拉克局势 伊朗也能插上一脚 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武装 将伊拉克军队打得连连败退 美军不得不派遣兵力帮助伊拉克军队重组 同时 伊朗在野门的胡塞武装势如破竹 让世界都看清了沙特这些少爷兵的战力 沙特在野门获得的只是上升的军费和死亡人数 几乎什么也没得到 还让胡塞武装攻入了境内 野门内战让阿拉伯盟国陷入泥潭 阿联酋更是以加强自身国防为由撤走了军队 日前 美国盟友们似乎冲不住了 纷纷求和 据伊美最新报道称 阿联酋官员以前往伊朗讨论波斯外安全问题 这是罕见的 因为阿联酋明确支持美国制裁伊朗 在野门问题上也是对立面 同时伊朗也对沙特喊话称 如果沙特也准备就绪 伊朗愿意预知对话 并强调 伊朗从未关闭与邻国对话的大门 可以看出 伊朗开始逐渐分化美国的反伊朗同盟 不仅美国的围攻计划或将告白 其在中东的多年努力也或将付诸东流 伊朗 更理解 伊朗 西 gin